说王志文 原来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1993年有个电视剧 叫《过把瘾》 他里边演那个方言 那人很幽默 甚至有点贫嘴 但是骨子里呢 是个青种 王志文当时在里边 演这么一个人物 演得很潇洒 我记得那个《过把瘾》 那主题歌 当时也是他跟江山 两人唱的嘛 那时候正经一偶像派 红了很长时间 非得这样 让所有的人都恨你 你也可以这样 都夺我圆圆 痛苦大和尚是最难听的 我想安静地走 别 我都知道了 何必呢 再说 我还得给你打针呢 是瑟瑟的孙处 王志文 后来王志文又演的 那个《东边日出西边语》 也是那种 就一看 虽然不是绝对的帅哥 但是那种酷劲儿在 小南 既然把话说到这范儿上 我有几句话 不得不说出来 对于女人 我一直分成两种 可爱的和不可爱的 现在看来得多添一种了 虽然你年龄比我小 但是我很尊重你 真的 我觉得你活得太不容易了 那我可爱吗 还算可爱吧 听得那么勉强 简单及格吧 王 应该这么说 在可爱的基础上 值得尊重 这么说 满意吧 看来我也得找点靠看 当然了 这是我对女人的最高评价 后来随着年龄增长的 王志文你记住有一点 他由于当初这个形象条件 各方面都不错 他获得了很多演戏的机会 他就有充分的时间 来打磨自己的演技 一点点年龄大了 演不了这个帅哥了 开始演大叔 好人坏人都演 所以他这演技越来越成熟